根据评论进行生存 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和面前这个瘦子组成了队友 但是没想到 看起来平平无形的瘦子 竟然是个全民公敌 是的 就是那种除了好事什么都干的人 以至于我现在背负的成为了固执老鼠 当然了 也不是没想过离开 但是一看到他给我喂嘴冲饭的 我就于心不忍了 是的 我承认我反见 其实我觉得用爱还是能感化他的 虽然一时半会儿没有效果 但是有句话说的好 日久见人心吧 瘦子说有个地方屋子特别的肥沃 空手镜满包出的那种 叫什么新兵营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啊 于是打算和他一起去搞一下 这地方给瘦子说的不近又不远啊 每次都说快到了 结果给我肚子都整吊起来了 再不高点吃的 我怕是要走不动了呀 哎哎这什么声音啊 哟大肥猪 哎别跑 BUT FAD GEN TUM BUT FAD GEN TUM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好速的烹饪方式 哈哈哈哈 瘦子你挺个小吃一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给我吧 哈哈哈哈 今天了看来快要下雨了呀 嗯 哎呦我不是你吃不下啊你别硬塞啊 哎呦我真的这么恶心 我操给我的整吐了 走了走了再给瘦子再一块吧 洗洗还能吃 这一路上瘦子爆点 我打僵尸撇合的还算默契啊 就在我们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台车 不过这台车好像比我那台卡底盘的零件更少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拿不下它 就在我清理完僵尸准备走的时候 一辆轿车护照而来啊 见状我连忙趴在地上 生怕被他们做掉 哎糟了 不会发现我了吧 我这和僵尸都快融为一体了呀 我的妈 三个五中大汉从车里出来 原来是发现了那台破车才停下来的 OK没看到我就好 哎好像还有个妹妹呀 啊不错 找个机会可以坐下 认识一下 哈哈哈哈 哟 走了 这瘦子比我还要怕呀 躲在茅房动得不敢动 一路接近终于是来到了瘦子戳的地方啊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里东西都被摸完了呀 没办法 这来晚了就只能剪一些别人不要的东西 就在我和瘦子摸完东西准备走的时候 突然听见了一声长响啊 来者不散 于是我们马上找地方躲了起来 我躲在了门口的草丛中 瘦子躲在了超塔上面 就这么蹲了一会儿 忽然一个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说是迟大使快 我的流行剑呼啸而出 将他一击毙命 射程中备是赏金恋人嘛 来不及多想 我拿上背包开始转移阵地啊 这帮人出现肯定不会是一两个那么简单 我的位置肯定已经暴露了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 我在一个周旋后又出现在了营地门口 手上拿到就是他们的满配MP5 新的目标出现了 不慌再等等 就是现在 成功拿下 瘦子帮我探查敌情啊 我去拿敌人芯片 哎不好 瘦子没了 听声音就在这个位置 我来给你报仇 瘦子帮我说 感谢观看